胡人下赛季五大难题,这些困难比想象的更大,强如詹黄也带不动詹姆斯,正是穿上了胡人球衣,还穿上了可比系列的球鞋,这也就意味着胡人新赛季的备战工作,将正式拉开大幕,没有全明星帮手的辅助。 詹姆斯下赛季将面临严峻的挑战,带领一群新秀和角色球员征战,困难比想象中的更多,根据上赛季的数据来分析,胡人目前正面临五大难题,期待解决,首先是阵容的健康程度,在缺少巨头的情况下,胡人现有人员都需要发挥出最佳水平,才能帮助球队争取更好的成绩。 詹姆斯上赛季出战了82场常规赛,胡人球员则逊色的多,鲍尔锦出战52场,英格拉姆出战59场,库兹马七17场,尤其是前两人,如果不控制好伤病,对胡人的影响将非常大,其次是一号位的进攻问题。 新赛季,胡人一号位将由鲍尔和龙多担当大任,但这两人的投篮都很差,球哥的投完命中率为36.0%,三分命中率为30.5%,龙多的投完命中率为46.8%,三分命中率为33.3%,在NBA强队中,都会有一名进攻能力出色的空位,库里保罗威少等等。 胡人这样的配置无疑成了短板,篮板劣势明显,上赛季,胡人阵中的篮板王是兰德尔,他场均可以抢下8个篮板,但休赛奇已经离队加蒙提胡,剩下的人中最优秀的篮板手居然成了球哥,他场均可以摘下6.9个篮板,比库兹马,还要多0.6个。 虽然詹姆斯和麦基都在内线有一定的篮板能力,但缺少护矿大中锋,仍会使篮板球占据劣势,同样受到内线影响的还有盖茂,胡人之前盖茂最好的球员是洛佩兹,场均1.3G,排名第二的是场均0.8G盖茂的球哥,心源中,詹姆斯和麦基的场均盖茂均为0.9G, 在一支球队中,没有一人的场均盖茂数超过一个,这显然是不正常的,即便是打小个阵容,也需要增强防守能力,胡人还很欠缺,胡人今年一共签了5名主要的心源,来自5支不同的球队,詹姆斯来自骑士,史蒂芬森来自步行者,麦基来自勇士,龙多来自提胡,比斯利来自尼克斯, 这三分之一的阵容将会影响胡人的整体打法,能否融入并产生化学反应都是未知,更需要注意的是,后面思维球员的性格问题一直都存在,如何兼顾更衣式氛围,也是重要的课题,引进詹姆斯只是第一步,解决这五大难题将是第二步。